最近有网民在Facebook群组上分享经历 说早前在格价网站找到有人开价2,800元出售光碟版的PS5 这部机的官方售价是3,980元 一般炒价逼近6,000元 竟然有人开出官方价7折的选价出售 买家说有兴趣买时 买家就不断要求以邮寄交收或预先过数 买家就坚持要面交 更加答应要求在早早7点半前往平洲码头 但交易始终告吹了 这件事经网民讨论后 归立出几个破坏位 直指买家肯定是骗徒 第一,价钱低到离谱 第二,不方便的交收地点 第三,超早或超夜的交收时间 第四,不断要求过数 第五,不断要求邮寄交收 不过亦有人大赞事件中的买家 坚持面交和绝不预先过数 最后即使已经重复抵达平洲 但都没有心急去给定金给买家 但应该更早去识穿事件是骗囊 第一,不断要求邮寄交通 第五,不断要求迫兴交通